好, 來到第二節, 當然先說大摩 但我們還未分析之前 不如聽聽這位舅主 如何說說那六隻馬, 聽聽他的口氣 有沒有地位高和低 如果你要高等地位 我會把他們全都放在一級的線上 你必須說從從2000米 你一定會把主要擴散 你一定會把主要擴散 你會把主要擴散 你一定會把主要擴散 你會把軍事攻擊 你會將你投降在西蘭 他們都要2000米 只要能所以嘴巴 是一個圓圈晚北 但例如預播 這個問題在這位上 希望以香港要做過 一口氣光 讓大家會把雙扣進去 我覺得大家見一段好 但這些都會被 clicking 一旦我沒有打過 我希望他們他們都找到 我們都會打敗了 我們都會打敗了甜蜜 但我們希望能打敗了這季節 還有其他鞋子會打敗了 平叔, 看看這場 大摩的六隻馬 星期四的早上落草地 除了聰明正經舞 如果再看下去 多明利上一次跑完沒拿 就已經做了一集 那些功夫好像… 對, 是這場了, 還不是你 對, 看他的樣子 就是大摩, 我也很佩服他的決心 是不是他的膽識 對, 他對這隻多明利 他一定是基於厚望 人家說多少錢, 我們不要管他 這個馬能可貴的地方 他跑過第三之後 然後拿去試千六大閘 沙田千六大閘 贏了大閘之後, 跟著操 然後, 麗威斯再找個阿瑪 我早上看著他 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如果你看回當明利 其實他前一場 在香港第一次跑 你說意外就好, 甚麼都好 但隻馬是流到跳的 是很不適應的環境 但上一次做多個烤褲 即是面孤上去 隻馬是流得舒服了很多 雖然衝上來好像沒甚麼威脅 但第二場了, 很遠 所以之前我也猜不到 隨便跳兩步 一定不會見今次的情況 就是一級賽 想著, 沒你的份 還沒到的 還是想著煮菜 第三 即是, 坦白上來 是有些力量追上來的第三 當然他追不到甜橙 因為甜橙走到外面 很厲害 但追上來的勢 我也嚇了一跳 我說, 你也過得到聰明精英 這樣就很厲害 再加上 這陣子馬有個記憶 就是他來香港之前 他也算生膽 三歲就跟好事成雙猛樣 那些二級賽 輸沒多遠回來 說不得知道 他很有卡士 而且他在外地 二千很準確 對 冠冠季也好像沒過 對 我們也稱讚這隻多名利 看看郭能 是否一樣喜歡 我認識他非常好 從俄羅斯 他在我的牆壁 他可能是一位 一位一位最好的駕駛 他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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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得正常 一段時間 他回到香港 他的第一回合 他的第一回合 不太好 他只會讓他 一段時間 他的第一回合 他踩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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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快 但我認為 從這回合 這回合 他有很多 他去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wo runs before he came out, he won like a Tattersalls million race and nearly broke the track record at Newmarket, over 10 furlongs and then he went to York in a sky bet against all the horses and it was a very credible third behind twice over, which is a multiple group home winner so his form wa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 stacked up, it was very strong but as I say, when he came to Hong Kong, it just took a little bit longer to acclimatise but at the moment, we're very happy with him, his preparation's gone good since that first run and as I said, we're ready to run a good race but no group one is easy I was not sure if I can say it again, but I forgot to say it again I forgot the title of your competition that is he going to be the one who is a big player the player is winning the one who is very close to the very close that the player is winning the one who is a big player that is the one who is a big player and he is winning the one who is winning the one who is winning the one 大摩也找偉紀力騎這隻軍事出擊 本身這輛馬一出就已經贏了 但上一次, 怎麼看好呢? 就是那個表現 上一次我看過沿途好像跑大跨 其實他沿途也跟著一隻開心老友 但是他加了路程之後 跟初出那次一里是不同嗎?浩然 有疑問, 因為他在英國跑的時候 他沒有跑過千八二線 真的是一里專家 當然不是說他沒跑過就一定不行 但我連血統都檢查了 上到二千的機會不是完全沒有 一半一半 但問題是你沒有經驗 就算是一半一半, 你可能也要試過才行 所以很可能這一步會虧了一點點 其實剛才大摩訪問裡 也說了除了多名利之外 軍事出擊和續領風騷也挺體好下 軍事出擊, 我們聽聽馬主又怎樣說 其實上場後補跑了一場 其實那個重要性在哪裏呢? 上場 我想主要那一場因為都是後補出 主要是不同的跑法 因為第一次跑 聽連馬斯說第一次是放在後跑的 第二次是試試放在前一點 看看感覺如何 原來是最後我們發覺 那一隻馬都希望他擺後一點 然後後上那裏 因為在跑馬地最後的最後 是拍到二十二秒多 我相信這一隻馬應該跟連馬斯商量過 根據他所說應該是擺後一點 但真的很開心 排了一個好檔 希望他可以發揮 剛才跟連馬斯說過 說今早早晨操都很好的狀態 其實這次的騎士配搭都找了最強的配搭 是呀 是不是你自己的 不是, 本來因為賣白德文騎的 很幸運, 白德文受傷了 很早連馬斯先生跟我說 好不好請請一個好一點的騎士來騎 比較會發揮好一點的 我同意他介紹, 找回紀力吧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騎士 希望他可以和我贏這場比賽 其實除了多名利平叔 看到操練上是目標的 如果說軍事出擊 雖然在路程上或覺得未必到 但近況狀態如何呢? 很漂亮 星期四早上, 我也看見他在草比柏條 也是很漂亮 他找偉紀力過來 當然是深添大獄, 希望 近期紅人 這兩年都繼續紅 他真的失去了麥爾本杯 然後也來到香港, 拿回香港的評寶數 其實這段時間 現在的偉紀力 在騎士生涯裡是大熟大勇階段 大賽騎士 我看到這個人來過香港 對 我好像深造過 不是出去浸鹹水 是來香港浸鹹水 差不多走遍全球 他除了美國那邊沒有去過 然後去歐洲 現在騎馬的方法 根本不像澳洲騎士 已經不像了 其實這樣是好的 如果是純澳洲 豈不是那麼好的, 平叔 你會用哪一種比較多 各師各法 澳洲人說我們很棒 如果很多澳洲騎士說 我聽說回美國風格 回到澳洲人很少 在英國後, 學完回到澳洲 又說笑英國風格 我就英國說 他們很有自己的那一套 他們說要守本分 就是因為老洲摩 那些遺傳下來 香港就沒有華洋共處 沒有人輸你 反家之場 真厲害 香港真的… 來過香港, 回到祖家 大家都升兩級